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昨天跟中國外長秦剛會面 談了七個半小時 而今天又再見到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這一趟仿中行 到底完成了什麼 重點又是什麼 今天我們很高興 邀請到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正東老師 來到現場為我們分析 老師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布林肯 終於接到習近平了 這是現階段中美關係的 一個重要突破嗎 當然第一個 布林肯是拜登政府任內 第一位到訪中國大陸的國務卿 所以這件事情本身就像 真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突破 特別是我們看到這樣子的訪問 本來去年的年底就要展開 後來因為氣球事件 以及蔡總統訪美的因素 所以一直延宕到現在 那麼當然在他來之前 很多人推測認為說他不會見到習近平 特別是拜登政府第一次跟中國大陸的高層官方互動是凱瑞 那個時候凱瑞連北京都沒有進去 都只有到天津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這一次大概不會見到習近平 結果沒有想到在今天宣布的這個消息 就是習近平會接見這個布林肯 所以我想從接見的層級來看 以及從他展開這個非常漫長的會談來看 應該是一項重要的突破 對於美中關係來說 其實老師剛剛講到這個揣測 其實還包括了從布林肯抵達之後 很多規格面 大家都覺得好像不如預期 因為我們看像馬克宏四月 他去中國的時候 有紅地毯 但是這一次布林肯到也沒有 然後接機的人物好像也是 大家覺得這個是不是中國在刻意羞辱美國 那您這樣看起來 加上到現在他其實有見面 所以其實或許並不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第一個當然其實很多網友都很有才 會發展出很多的話題 比如像說在他下飛機的時候 地上有一條紅線 所以有的人就說他中國大陸接待 他是沒有紅毯只有紅線 要他不要跨越紅線 那但是事實上來講 在蓬佩奧就是川普時代的國務卿 那個時候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事實上是美國的駐中國大陸大使 去接見他 去接機的 所以說我認為其實以一個司長 去接待 就是接機 我覺得也不見得說是真的 所謂的降低規格 比如像普丁過去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在習近平任內 中國大陸也是派出一個部長去接機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接機的規格來看 倒不是所謂的矮化了 但我認為不管如何 習近平跟他會面 當然就象徵了中國大陸方面 對於這次的訪問 是給予極高度的重視 但是是不是能夠有一些突破 主要還是看雙方會談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我們看到就是說 秦剛昨天跟布林肯會談之後 雙方公布出來的大概只有兩項吧 第一個就是說 秦剛接受布林肯的邀請 會在適當的時機訪問美國 第二個就是雙方同意要增加 雙向的航班 那這個跟事前大陸有一些學者 推估可能達到的突破 其實還差別蠻大的 因為之前像上海復旦大學的 這個國際研究院的院長 吳新博教授 他也是中國大陸很受重視的 一位美國專家 他就推測說 這一次大概會啟動 這個雙方的這個軍事人員的交流 就是所謂的高階軍事人員的 這個互訪或者是溝通 這是一個 再來就是說雙方有沒有可能 進一步恢復 關於這個反毒 禁毒 特別是在芬塔尼 這個藥品上的這個合作 共同打擊毒品 那這些大概都是會前 大家有推測的 不過現在看起來只有這個航班 這一項看起來是實現了 所以這是說明雙方 可能在某些問題上 還是有蠻大的一個落差 因為後來的報導說 其實這一次雙方的會面 還是存在很重大的分歧 所以老師覺得這個重大分歧 可能是什麼 不然的話 七個多小時 然後最後只有兩項結論出來 是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我認為第一個分歧一定會是在台灣問題上 那你可以看到昨天秦剛會面的時候 他提出來最後中國大陸方面的新聞發布 是說美國要求 中國大陸要求美國把所謂不支持台獨落到實處 那麼今天王毅在跟這個布林肯會面的時候 他發布的新聞就是說 希望美國能夠堅定的反對台獨 這個用語是加強 也就是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可能會希望美國在所謂的台獨問題上 有更強 有更堅定的一些表述跟措施 但是這裡頭到底涉及什麼 可能會蠻複雜的 就是到底怎麼去界定這個台獨 到底如何會 這個所謂對於台獨的反對 在哪些方面會影響到台美的官方互動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我們現在最需要 我們現在最需要 我們政府應該要掌握的事情 因為秦剛也說 這是中國媒體報導 秦剛有說台灣就是中美關係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是最突出的風險 對 那這樣對美國來說 他現在又需要維繫跟中國 不要從這個緊張上升到衝突 對 那美國會怎麼樣來回應 您剛剛提到中方的這個要求 您推測可能怎麼做 我覺得美國過去的做法 都是各說各話 但是他也有求同存異 因為美國在基於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三個公報 他還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他也認知到說 中國大陸的立場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基礎之上 美國仍然保持跟台灣的各方面的互動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立場 他如果中國大陸到底是希望 他往哪個方向去修正 或者說他希望他怎麼樣去落實 我認為這個有很多涉及到台美官方 互動的一些限制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但我相信雙方的爭議或者雙方的旗艦不是只限於台灣問題 因為今天大概我們看到王毅跟布林肯的會面談到了一些談到了四項 第一個他說不要炒作中國威脅論 第二個就是不要對中國大陸進行各種的制裁 第三個不要限制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第四個不要干涉中國的內政 所謂干涉內政當然就是台灣問題了 那我們也看到還有三個問題 所以前面的第一個所謂炒作中國威脅論 當然就是涉及到美國國內的一些不同聲音 不同黨派也好 或者不同團體也好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這個可能美國也無法落實 這個因為對於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這個大概很難 但是對於所謂的制裁的問題 跟限制科技發展 這個大概會是中國大陸會希望美國能夠改選跟章的部分 那這個可能就牽涉到蠻多的所謂美國拜登政府上台以來所推出的各項的政策 包括對於中國大陸一些科技產業科技公司的這個制裁 或者是出口管制 甚至是要求日本跟荷蘭這些限制 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晶片製造設備的這個出口 那這些問題大概我想 美國可以跟中國大陸談 那就是說到底在什麼範圍上可以有所限制 但你要他全部取消 我看來很困難 因為畢竟就是說拜登政府有可能進一步去推動 下一波對中國大陸的限制 對 比如像最近討論的比較熱烈的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限制美國企業對大陸的投資 在高科技領域 那這個當然就變成是美國可以跟大陸談的一個籌碼 所以我想好幾個面向可以去看 但是我相信這個會是雙方也是立場上會有蠻大旗艦的地方 其實我們看到其實拜登現在有個狀況 其實從間諜氣球到最近一直感覺他很想跟中國見面來談 所以也被美國國內的人批評說他太過軟弱 但如果從老師剛剛講到他現在要不要有下一波的動作 這是不是他也要考慮對他的選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這是一定的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美國再繼續推動這個相關的制裁 當然可能美國國內的鷹派會很開心 但是對於美國的企業界來說就未必如此 因為事實上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制裁 在美國的這個高科技產業 比如像說以這個半導體業來說 其實很多人是反對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全中國大陸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的這個市場 所以說如果美國限制半導體產業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或是在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出口 那我們對這些半導體公司來說 他等於失去了最大的一塊市場 所以美國現在的做法就只限定於所謂的最尖端的製程 如果他要把這個再繼續延伸的話 那可能這些大陸這些美國的企業會集體起來會反對 那如果不限制那當然大陸有可能就通過這個 所謂的低階的製程或是中間成熟的製程 進一步去發展尖端的製程 這個當然也是美國所謂拜登政府會擔心的地方 那但是不管如何這個會是一個美國政府跟企業要拔河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我們也看到就是說美國 那如果說美國有可以對中國大陸制裁的這個籌碼 或者是武器 那為什麼大陸會需要 為什麼美國需要來跟大陸談這些事情呢 主要還是在於中國大陸的軍力快速的提升 而且他的軍力向外投射已經影響到 跟限制到美國過去以來在西太平洋的這一些行動 所以對於美國的軍事行動來說 大陸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解放軍 變成了一個實質的威脅 我們看到不管是美國軍艦在臺灣海峽的這個巡弋 或者是我們看到美國飛機在南海的飛行 都碰到大陸的軍機或軍艦 幾乎是這個會將 幾乎要碰撞的這樣子一個狀態 那那就當然也就是反映到大陸 不只是在飛彈技術上的提升 飛彈部署的擴大 而且在他的軍機 軍艦上 其實都威脅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行動自由 那要避免雙方的這種直接的接觸 變成了是直接的對抗 那當然就需要雙方的軍方能夠有良好的溝通 在歐巴馬時代 歐巴馬第一次推出所採取這個所謂的行動 叫做航行自由的這個行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的海軍的作戰部長 跟中國大陸海軍司令員是有電話溝通的 所以他就是等於是告訴對方說 我現在要採取這個行動 所以你也要保持克制 那如果我們通過這個溝通之後 我也會保持克制 就大家都不會直接的碰撞 不會直接的衝突 但現在這樣子的溝通機制就不存在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幾次在艦隊 在這個航線上面鬼切啦 還有在空中的這個挑釁 你認為中國是刻意在以戰去逼美國來跟我談嗎 當然這個是有兩個意義的 第一個就是向美國展示實力嘛 就是說過去因為美國的海空軍是非常強大 所以這些地方他都可以來去自如 但現在中國大陸的海空軍也快速的成長 那所以他說你不能再向過去 這是當然有對外的 但是我認為他也有對內的效果 因為布林肯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中國大陸內部也有很多雜音 很多人也是認為也是不看好 也是會也是會採取各種各樣的反對 或者是批評 認為說中國大陸是不是就對美的這個政策 就要服軟了 或者是就會就會就會說 接受美國現在的一些做法 所以說他通過這些基建的一些比較 可能比較有挑釁性的行動 其實也就是告訴大陸的國內的民眾說 其實他是有能力去對付美國的 所以他強硬的一手是準備好的 那大家就比較不會因此而去挑戰說 他為什麼跟美國又開始 有一些外交上的溝通 不過我們大白話來講 剛剛有一段這樣子解釋起來 其實就是美中雙方互相都希望有些牽制 但要對對方有所求 所以如果從老師剛剛提王毅 今天提出的這些要求裡面 中國最後這次習近平會去見布林肯 是不是在經濟方面 他也需要有比較明顯的成長 不然國內的民怨是不是也很難壓下去 的確是第一個你看他接見這個這個微軟的這個總裁 比爾蓋茲或者這些各國的這些大企業的這些總裁 他釋放出來的訊號非常清楚 就是他希望各國能夠擴大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因為這個對中國大陸的就業來講 或者是資金來講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個動能 尤其最近青年失業率驚人的高 對 當然青年失業率 這可能很多國家都有的情況 但中國大陸的一個比較特殊性 就是說因為他有非常龐大的一個人口 他又剛好碰到了一個產業轉型的過程 所以這種轉型的陣痛 就使得他會面臨到更大的一些社會上的動盪不安 那因此他需要穩住他的經濟 但是現在民眾很多民眾 對於大陸的經濟比較缺乏信心 其實他們的資金很多 他們現在的居民存款 大概有一百二十萬億人民幣 是非常驚人 光去年一年就成長了將近十二萬億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資金 但是大家民眾可能對於整個大環境 沒有信心 所以他也需要外商投資 來創造一個經濟的融解 讓大家更願意把錢花在這個經濟活動上 而不是只是留在存款裡頭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習近平方面 就是中國大陸需要跟美國改善關係 對他來講 第一個 我認為他第一個要務 第二個當然他也希望臺海能夠穩定 他也不希望臺海有戰爭 那你說習近平嗎 當然啊 當然啊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臺海的情況 對他來說構成了一個 對他來講 對於很多的這個共產黨的這個領導精英 來講 他們他們會對臺灣的這個發展會很擔心 他們會擔心說臺灣是不是跟大陸漸行漸遠 臺灣會不會有一天就在他們在一不小心之間就獨立了 我覺得他們是有這樣子一個恐懼 當然這樣恐懼 但是在我們來看 我們認為 因為大家只要都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就不存在有臺灣獨立的問題 但是因為大陸的一個體制 跟他的這些特殊的一些環境 這樣子的想法 可能他們不見得充分的理解 當然對他來說 一個緊張的臺海 臺海情況 對於對於有一些人來說 可能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可以更可以利用臺海的一些緊張 去動員國內的支持 可是這種緊張又不能真的造成戰爭 因為這個也會 這個是對於所有人來說 包括中國大陸 都是一個不可承擔的一個代價 要利用這個狀況 但又不能讓他擦槍走火 對 所以說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認為這也是為什麼他需要跟美國去溝通 就是讓美 通過美國來限制所謂臺灣 在這個所謂追求獨立的路上 讓他能夠不會真的走到臺灣獨立的那一步 我想這個是他能夠通過美國限制臺灣 從而他也能夠對內招待 那他就就不需要再再再做進一步的動作 可是因為最近習近平講了幾次 包括什麼極限極端的這個狀況 都讓人覺得他已經在備戰了 所以您認為這可能也只是一個語言上的效果 或表態嗎 當然不完全這樣說 其實臺海的情況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習近平講過非常多次 就是所謂的二零二七年 解放軍要完成備戰 那這個其實就是表示說 解放軍現在還沒有達到 可以一戰的這個條件 所以他要求解放軍能夠 真的是以這個為目標 去加強他的各種戰備 這是他的一種領導統一 這個也是為了應對臺灣的各種各種情況 所以戰爭的威脅不是虛假的 因為我就如同我剛才講 他是一種希望他緊張 但又不希望他真的有衝突的狀態 所以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槍走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說 當他講到說要應付各種極端的狀態 主要還是在面對美國對他的圍堵 那這個美國對他的圍堵 當然是很多面向的軍事上的 科技上的這些 所以他認為這些已經影響到 中國大陸的這個技術上進一步的發展 經濟上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他講的是美國的這些威脅 但是對臺灣來講 當習近平或當中國共產黨 把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是變得如此尖銳的對立的時候 他在臺灣問題上妥協的空間就更小 就這樣我們一路看下來 至少在這次布林肯訪中 他達到什麼程度的效果 會是雙方都滿意的狀態 我認為沒有一個雙方都可以滿意的狀態 但是雙方有一種 但是有可能讓雙 讓雙邊關係向前走一步 那我比如像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 這個如果雙邊的航班能夠增加 那航班增加之後 機票的費用就可以下降 那麼人員往來就會更多 有的人員往來更多 就可以進一步去增加 他瞭解會降低誤解 所以這個是航班的這個意義 第二個當這個問題 大家有一個基本的公式 下一步交通部長就可以訪問 因為這是目前現在談到的一個安排 就美國的交通部長會訪問中國大陸 那麼這個就是從國務卿 然後到交通部長 下一步商務部長 這個財政部長 就等於全面的恢復 這個所謂的內閣級官員的互訪 那這樣內閣級官員一路一路鋪陳之後 到APEC就拜席會見面的機率有就提高了嗎 當然這也就是您剛才問到 就是說有沒有一個雙方都可以滿意的結果 應該這樣講 有沒有哪一點是雙方都可以滿意的 可能就是在拜席會 APEC裡頭的拜席會 所以到時候您覺得這個從現在的氣氛來看 可能性高不高 從現在的氣氛來看 的確是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這個當然要分成幾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拜登作為這個主辦國 他希望拜登政府是主辦主辦方 他當然希望習近平能夠來訪問 這是象徵他辦得非常的圓滿而成功 所以在他有這樣子一個主觀的願望之下 那習近平我相信他也會期待去美國訪問 因為他如果能夠去美國訪問 當然就是說對他來講 不管是他個人的威望也好 或者能夠進一步去讓所謂的外商 到大陸去投資有更大的信心 這些都是對他來講是比較正面的 不過十一月之後 其實也還是蠻令人緊張的 因為我們要來看到美國紐約智庫的 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 在十四號發布了一個報告 說未來九到十八個月 兩岸關係會有三個時期非常敏感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明年 二零二四一月 臺灣總統大選投票前 投票日 到明年五二零總統就職之間 還有就是明年十一月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 所以美中臺的專家都認為 你必須要讓臺海情勢降溫 用再保證等等的方式 來防止緊繃的關係 惡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也就在布林肯訪中之後 印度總理莫迪這個星期 也就是六月二十二號要訪美了 那白宮的聲明表示 莫迪的國事訪問 會促進美國跟印度 對於自由 開放 繁榮 以及安全印太地區的共同承諾 那美方在印太看起來 還是拉攏日本南韓 菲律賓跟印度結盟 那美中競爭跟美中臺關係 會進入什麼樣的新局面 老師 首先我覺得剛才您提到那個再保證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 到底臺灣可以保證什麼 那我認為其實在蔡政府 尤其是在過去這四年以來 其實在對於中華民國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這件事情 其實是出現了一些鬆動 出現了一些讓人不安的趨勢 包括蔡總統在二零二一年十月 所提到的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其實是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的 那我認為其實我們可以提出的保證 我們可以對大陸有意義的保證 就是在於我們會 堅守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裡頭 就包含了一個中國的概念 這個一個中國的概念 跟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一個中國的概念 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但是因為有了中華民國憲法 裡頭的一個中國的這個概念 兩岸就可以求同存異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向大陸 所釋放出來的一個 讓大陸可以 就是可以向大陸釋放出來的 一個再保證的訊號 那當然我們也需要 中國大陸釋放出一個 向我們保證的訊號 就是他不會動物 只要我們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他就不能 他就不能動物 當然不管如何 他都不應該動物 因為國際間的這個分歧也好 或者兩岸之間的分歧 都應該是和平解決 但是要我們比較務實的來講 現在的情況 能夠緩和臺海的狀態 其實就是回到中華民國憲法裡頭來 那當然大陸也應該去正視 中華民國憲法的這個存在 那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 來使得兩岸關係能夠穩定下來 這個當然是剛才您提到 那個再保證 因為像最近那個美國的 這個哥倫比亞大學 李安友教授他們來 他也談到就是說 所謂的嚇阻 你一方面要有很強的軍事力量 所以可以對於對方構成一個可信的威脅 但另外一方面來講 你又要有一些正面的訊號 來向對方保證說只要你不對我採取軍事行動 我也會給你一定的獎賞 那這個獎賞 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是根據我們的憲法 這個其實照說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您來從過去曾經執政的政黨來分析 在馬總統那個時候 他有做到這樣子的方式嗎 在馬總統的時候 其實當然是有做到這個這個方式 是這個這個馬總統的時候 當然也有做到 但是馬總統的時候 因為兩岸關係很好 所以其實根本 大家沒有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但是即便那時候關係很好 但是後來中國這邊 他也沒有說過 我要放棄武力統一 就是放棄武力 這件事情好像從來沒有成為選項 有嗎 中國大陸從來沒有正式去否認 正式去放棄所謂的使用武力 但是在武力的部署上 是有一些變化的 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在那個時候 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大陸曾經有釋放出訊號說 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大陸要 如果臺灣停止購買武器 大陸願意去這個 把他的飛彈後撤 就是說在對準臺灣的飛彈 他要改變這個部署 他要把這些撤出 但是我方是反對的 因為我們需要武器 那但是這個也就是表示說 在那個時候 其實大陸對於所謂的 這個武力的部署 是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彈性的想法 第二個就是在馬政府時代 也是在二零一五年 那個時候 那時候當時雙方爭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的M503航線 那個因為可他很貼近海峽中線 所以當時他要畫這條線 他說因為兩岸的這些航班很密集 很綿密 所以可能會對於飛航的安全帶來一些影響 所以他希望增加一些新的航線 但是馬政府認為說 他太貼近海峽中線 所以馬政府反對 那後來他也就放棄了 他就是說暫緩 那他也暫時不推 直到蔡政府上臺以後 他才推了這個事情 二零一八年才推這個事情 在馬政府時代 從來沒有大陸的軍機 飛穿越過海峽中線 所以您認為過去 我們可能沒有認真考慮這件事情 或者說有認真考慮 但很難實行 但如果我們現在能夠提出一個再保證 真的能夠讓對方 有這樣子的空間去也做再保證 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剛才舉了馬政府時代的例子 就是說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因為馬政府提出來的 馬政府那個時候 大陸不會懷疑 他會去修改憲法 或者說不遵守憲法 甚至走向獨立 那在這些疑慮移除之下 那當然這就給對岸一個保證 那你不用擔心 所以你也不用去 你也不應該去考慮 這些武力的選項 那在過去這些年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保證 其實對大陸來說 可能他覺得 他沒有感覺到臺灣 有這樣子的保證 那像我們這次副總統 賴清德對於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他去參加海峽論壇 就批評說這是被賣掉 還幫忙數鈔票 所以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老師怎麼評估中國因素 對二零二四總統大選的影響 我認為這是這一次大選是臺灣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三黨候選人的這個主張 雖然有差距 但是沒有像過去差距那麼大 那在這樣子的條件底下 其實這是一個最有機會 讓三黨找到一些共同點的地方 那麼如果三黨的候選人 都能夠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 那麼未來來講 其實第一個大陸能夠去影響選舉的空間就有限 第二個在選後 就能夠在兩岸關係上 採取一些更積極的作為 讓兩岸關係能夠穩定下來 但您剛才提到就是夏立言去海峽論壇 然後賴清德說 這個賴副總統說 這個是被賣掉 還去數鈔票 其實參加海峽論壇的 不是只有夏立言 那個民眾黨的臺灣 臺商事務委員會主席張凱鈞也去了 那他 那事實上 這個三黨的候選人的三黨 目前三位候選人中間 兩位的所屬政黨都有派人去 那因此我覺得其實可以看到 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趨勢 就是說大家還是很多的人希望兩岸要交流對話 包括賴副總統自己也說 他想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那我覺得既然是這樣 我覺得就講講 就是對於這些從事交流的人 用一些比較負面的標籤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要問的是說 我們能不能以及怎麼樣能從這些交流中 為臺灣爭取最大的利益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關心的事情 所以其實包括美中交流 美臺交流 兩岸交流 其實有交流真的都可以減輕 減少誤會 增加對話 對 是 非常謝謝老師 今天來到現場為我們分析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廖芳姐 我們再會 謝謝您 謝謝您 謝謝